這個王小姐她是 我心裡很熟 我心裡會先問她說 這個東西怎麼這麼重 皇女跟她講說 朋友送日本的重氣娃娃 因為沒有要用了 所以要把它丟掉 她就問怎麼會有血跡 皇女跟她講說 那是比較新型態的 重氣娃娃 是人造型 會比較逼真一點 一開始上法庭 到最後面 她一直在翻供 她虛擬了很多人 這女人真的太可惡了 是你一個人拔殺了嗎 其實她很嬌小 一百五十幾公分啊 她怎麼可能會把一個 一百七百八的把它殺死 那講話還那麼柔弱 娇弱的一個女孩子 似乎也沒有 凶狠的那種神情出現 沒想到她 原來她是一個 非常非常厲害的狠角色 本週日晚間八點 台灣指數 前獅子會長分尸案 隔著哪些人 很嬌小的 很嬌小的 她說